激怒粉丝!墨西哥节目嘲笑防弹少年团向女人向当地统治吧支援 早前杨威美国Leobard音乐奖的韩国当红男团防弹少年团,BTS,日前在墨西哥电视台ADN40,TV节目Fundle 40中,几位主持提到BTS获奖仪式,发言涉嫂笑成员而激怒BTS粉丝 男主持Horay Shear 谈论其几位成员出席斑脚里当天的服饰时笑说,虽然穿上名牌衫,但好像也没用,几个男生只剩一副骨头,看起来好柔弱,发型亦好奇怪。 另一主持义傅贺说,不要说是参加Billboard,几位成员好像当地统治吧工作的人,看起来像女人,是不是真的是男人? 其后大批粉丝在网上留言炮轰节目主持嘲讽BTS,最终主持之一的Horay Shear留言致歉, 为他们在节目中的言论令BTS及粉丝们感到不悦真心道歉,但仍有大批粉丝不满,留言指摘几位主持社种族歧视,又采摸西哥节目水准低劣,质疑他们贬低同志吧的职员,应向对方致歉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